第28题,如右图所示,长纸导线垂直通过水平放置的纸板,纸板上的四个点ABC珠与导线等距离,若在这四个点上各放置一个螺盘,且导线的电流游灵逐渐加大,则在何处的螺盘起指针N级最后几乎会指向东方。 所谓的最后会几乎指向东方,就表示我们只要考虑电流所造成的磁场的作用,不用考虑地球磁场的作用。 那么这个是给了电流,为我们磁场的指向要用的是安培右手定折,那么我们电流朝下,所以我们比出来像这个样子。 那我们就晓得,我们的磁场的同心圆是一个顺时钟方向转的同心圆,然后呢我们的要做的是切线,切线方向才是我们的N级所指示的方向,也就是磁场方向。 做完切线之后,东方是右边,那么谁会指向右边呢?我们看到的是A,所以第28题问我们说,则在何处的螺盘起指针N级最后会几乎指向东方。 我们答案选的是A,小A。